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选择比努力重要 来 选择比努力重要 这个月剩下这个礼拜 这个月的大盘涨还是跌 好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月的大盘跌了93点 从9811到9717 这个月大盘跌了93点 我把这六档最高价的股票 列在这里 这个月以来大力光涨了2.4 好 信华刚刚好 再来我会员的股票 跌了1块半 跌最深的叫金测18.38 金华7.97 蓄力跌了3.39 大盘跌了93.57点 理论上来讲 这个月 你看到这六档股票 上涨了一点点 跌了 跌得很深 尤其是金测 我也提醒各位 这个月是个转折 那这个月应该讲说是刚好资金板块在移动 注意听哦 我再讲一遍 这个月叫资金板块在移动 有钱人 那说大咖啦 大咖不是买股票 卖股票不是一天 也不是两天 这些我们叫大脚中石路 他们在买卖换股票的时候 在换股的时候 一定是一段时间 很简单嘛 他不能一下子把它买完啊 买完股票就上去了啊 他一定要慢慢买慢慢买 维持在他的均价 他要的均价 所以我说这个月是个转折 这个月 真的 你 如果这个月你有努力的人 你有努力的人 什么叫努力 也就是你有按照我讲的逻辑去 换股的人 有可能啦 有可能哦 这个月 你就可以把今年你所想要赚的 全部赚回来 我为什么这么斩丁截铁 好 我问各位好了 今天以前各位怕什么 有些人 已经 因为怕系统风险啊 有很多人怕啊 怕什么 怕北韩打灰弹啊 怕华国大选啊 大家都怕 很多人都在怕 富贵选中求啦 当人家害怕恐怕的时候 你就要贪婪 这是八位都说的 我为什么这么斩丁截铁 我在上个礼拜五 我就要求我的慧眼 全部 你们有偷偷卖掉的人 全部要买回来 上个礼拜五 今天我会你的股票是跌的哦 是跌的哦 重点在哪里 我不知道各位对整个国际财经的卖动有没有在关心 对整个国际财经的卖动有没有在关心 各位今天北韩以南韩跟日本涨还是跌 南韩跟日本都涨得比我们多 台湾股票市场有的时候 台湾人太小聪明了 太制作聪明了 我问你好了 假设你现在 在今天以前 你已经把股票全部出清的人 把全部出清的 我们就以大盘的指数来讲好了 因为有些个股市必须要出清 那是毋庸置疑啊 你手上如果没有股票的人 我让各位来看电脑来 看电脑 这是现在目前的化国巴黎 也就是化国的股市 最高5277 开5267 现在是5266 5277 你看到5277看到 最高点5277 来我们往下看这里 3955是6月24号 这里叫英国脱欧 这里叫化国巴黎 因为昨天化国的选举出炉了嘛 四位候选人中间跟吉右领先嘛 好 那吉右的代表说 有可能会脱欧的叫吉右嘛 那中间的原则上是会留在欧盟的嘛 那另外两个落欧的人 他们希望他的选民去支持中间 也就是中间路线的人 也就是支持刘欧的 所以原则上来讲 化国理论上 在未来的选举也就很快嘛 5月初嘛 未来的选举理论上中间这位前 应该是财政部还是经济部长 这位前化国官员理论上会当选嘛 所以这叫大势几乎笃定嘛 所以你看今天的化国来 化国 直接开高跳高上来 5277 好那我们来看德国 我们来看德国 来 好这叫德国 各位 一样 英国脱欧的时候在这里 921.46 他前高是12.37 各位今天 今天这一支有多少吗 你知道这一支红K棒跳上来有多少 我们来看来 今天来 好 化国在这里 化国 华南克和德国 今天长了2.65% 长了319点 到目前为止 德国的大盘长了319点 从英国脱欧到现在 从来没有一天比今天长得更多 比现在 现在长得更多的 那我请问你 今天以前 今天以前你把股药卖掉的人 我问你好了 明天你是不是要再追回来 所以为什么说 我说这个也是个转折 如果你已经把你的股药 全部出清的人 应该讲 也是一个机会 不是叫你把以前的股药买回来 而是 你会把股药卖出去的 你代表 最少你听我现明在讲 你有新的思考 有新的想法 再看一遍 来 再看一遍 现在的法国巴黎是涨了4.08个person 法兰克 德国是涨了2.66个person 涨了320点 320点 各位 320点是直接跳空上来 法国是直接跳到这里 5277 这里是英国拖 各位 这钩票 韩信要是靠三生 韩信 各位知道吗 刘邦那个时代的韩信 各位有人很喜欢打麻将 对不对 听说麻将是韩信发明的 144张牌 其实144张牌也刚好符合所谓的 我们叫做黄金切割力里面的 黄金切割力里面的所谓的这个理论 为什么 各位我们常常告诉各位的 黄金切割力里面 他的所谓的末世的系数 1 3 5 7 9 13 21 35 54 8 9 144 就是144 所以韩信要死的时候 他靠三生 他为什么哭三生 他就立下一个 我们叫诅咒好了 诅咒啦 我们有时候古人会有诅咒啦 或是誓言啦 他立下一个诅咒 所以未来啊 未来如果有博弈啦 博弈 麻将也叫博弈嘛 古教理论上有的人会把它当作博弈嘛 拔轎啦 还是说投资好了啦 带一点投资的 只要是投资的 韩信买死靠三生 轎 叫 爱赴赛领啊 爱赴赛领啊 我们叫憨厚的人赢 也就是他是忠于 他看得懂 知道的人 他坚持的人赢 叫坚持 另外一边就是 叫一定爱赴制作聪明的人输 我把另外一个解读啦 憨信买死靠三生 叫就是要制作聪明的输 很簡單啊 股票市場就這麼簡單啊 那我再問你一遍好了 來 這叫法國 各位 英國脫歐 很多人都怕 我們看今天 法國巴黎 法國的股市漲了4點多個person 我們看 德國現在直接跳空上來 漲了300多點 前高123755這裡是什麼 開高走低 現在 如果以現在收盤來講 德國是創了最近超過兩年以來的新高 那我請問你 晚上的美股咧 晚上的美國股市咧 會跌嗎 如果美國股市以目前美國的棋子是漲了179點 那顯現的 理論上 今天晚上的美股 也就是明天早上收盤 明天早上收盤的美股 您認為會跌嗎 如果迎系這種氣氛下去的話 美股勢必大漲 那台股呢 來 我們來看看 台股 台股 各位 假設台股明天一樣是 各位 它如果也是寻求 跳空上來 直接跳過來 那其他的股票 其他的股票 我講的其他股票 不是各位 最近已經漲很多的股票 而是還沒漲的股票 它會怎麼樣 或者已經整理了 三個月 五個月 六個月 九個月的股票 當 我們講水到其成 什麼叫水到其成 你看 時機嘛 時機來了嘛 德國 法國這種大漲 勢必會帶動美股的大漲 明天的台股 理論上 你說要跌 可能嗎 有時候想 如果美股大漲 台股只是漲多少而已 那有些股票已經整理很久了 它都沒有漲的股票 它會怎麼樣 其實我要告訴各位 我們來看今天的這檔股票好了 來 這檔股票叫大力光 請問今天有沒有再創新高 大力光今天有沒有再創新高 有沒有 這是今年以來它的K線圖 我畫一個圓線在這裡 這裡叫G線 這條線叫G線 它在這裡跌破G線 當時跌破G線的時候 我怎麼提醒各位的 我說 有很多人 應該講說有很多人 用技術指標在做股票 也沒有錯啦 也沒有錯 可是各位 技術指標只能算什麼 半湯塞啦 半湯塞啦 看有技術指標做股票的 就像一招半事闖江湖啦 一招半事闖江湖啦 就像我用明朗話講的 吃不到三倍英勢 想不到九十天啊 所有股票 我請問各位好了 你技術指標再厲害啦 就跟公司要了解 能維持多久嘛 股價能維持多久 好 你技術指標再糟糕 一家公司每年 假設每年都 它的獲利都一倍一倍 兩倍三倍上去的 你告訴我 你技術指標能抵擋得住嗎 所以 我在當時告訴你 超越技術指標的它叫基本面 所以在這個位置 它在創新高大力光 我再強調一遍 基本面也不是各位 你找得到的 你看到的叫歷史嘛 營收出來的叫歷史嘛 EPS出來叫歷史嘛 所謂的基本面也就是未來 未來這一季下半年 它EPS營收多少 這才是所謂的真正的未來的基本面嘛 股價一定是反映未來 所以各位 你看到我的電視以後 裡面它開始 心裡一定有兩種感覺啦 一種挺我的人 你明天就等什麼 穿我水水丹娘心水嘛 你不聽我的人 你也屬於 憲心在說的那個雞肉那個人 那明天 你就會像什麼無頭昌影一樣 到底要怎麼辦嘛 我等一下告訴你 沒有隔天 馬上回來 地震了 怎麼辦 一 跑下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來吧 投資的至勝關鍵 您需要領先的資訊 精準的分析 大來專業分析團隊為您掌握 大來國際投顧請直播 02-2369-2333 02-2369-2333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不覺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迎接 Choose your online 兒牌氣密窗 投資的至勝關鍵 您需要領先的資訊 精準的分析 大來專業分析團隊為您掌握 大來國際投顧請直播 02-2369-2333 02-2369-2333 做父母的最怕聽到腸病毒 一個疏忽小朋友的健康就可能受到威脅 家中寶貝如果感染腸病毒 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 像是試睡 手腳無力 意識不清 持續嘔吐 睡眠中突然出現驚嚇到的反射動作 呼吸急促或心跳加速 出現這些症狀 一定要馬上到大醫院就醫 以免錯失治療黃金期哦 認識肠病毒重症前兆 許孩子一個健康未來 選擇比努力重要 很多人聽我這樣講了以後會覺得 德國 法國現在都大漲 美國的所謂的棋子現在也大漲179點 那理論上晚上的美國 道瓊啊 那斯大也好 應該也會大漲啊 那明天台股會怎麼樣 如果空手的人或是有些人已經 先前的股票全部已經出漲了 我不要說你賠錢出漲 我也不要說你賺錢出漲 已經出漲了 你現在空手的人 現在也就明天的大盤 明天的行情會不會開始 加空手也加空單會不會 這是不是你要知道的 所以我在這裡順便教你一下 我說我剛剛所講的季線 很多人都要看季線 這是標準的 大立光 跌破季線 我說基本面好的股票跌破季線 請問是機會還是危機 它的高點叫4850 結果它跌破季線的第二天公司公告 它的EPS超過預期 它的毛利率也超過預期 所以各位 跳上來以後 上上禮拜五在這裡啊 上個禮拜五在這裡啊 今天再創新高了 其實上個禮拜五就創新高 今天持續創新高 季線 有基本面的股票 跌破季線你認為是機會還是危機 好 我們再往下看 你看這檔股票它叫什麼 叫金車 我也提醒你 金車在這裡跌破 這種股票 它的股價已經超出市場 易估的本益比了 所以下來了 好 結果你看它跌破季線以後 往下灌 灌到948最低 同樣股房跟股後 以今年的高低點 大立光的高低點 從今年喔 新春喔 開放盤以來喔 到今天高低點 是正31.7個person 好 金車 最高點1465 我說有股價就有人買嘛 好 1465到948 這樣它的距離 這樣它就是跌了35.2個person 同樣兩檔股票 這樣如果來回差多少 差66個person 所以我說選擇有多重要 所以我為什麼要教你說 有時候 不能只看指標 看指標大家都會啊 看指標能夠做股票的話 前中華民國做股票的人 全部都打算去到我家了啦 為什麼很多人賠錢 為什麼 因為指標有盲點啊 指標是股價已經收盤了指標才有啊 收盤了有量有價以後指標才出現啊 好 看下面這檔股票 這樣大叔的情投感疫苗的 一樣啊 上個禮拜我也提醒你 它一樣跌破季線啊 有沒有兩天 跌破兩天啊 是不是跟大力光很類似 跌破啊 好跌破兩天 禮拜五就跳上來了 禮拜五就跳上來了 今天在這裡 各位去想想看 你看大力光它是創性高以後再創性高 這檔大數月情投感疫苗 它今年的高點在506啊 現在在這裡啊 跌破季線 我說到底它是假跌破真上漲 還是怎麼樣 我們未來來最終嘛 所以我為什麼要提醒你啊 我們再看來 我也提醒你 這檔股票它的營收都只有大數月 你看到的叫大數月 情有感疫苗都還沒算進來 為什麼 因為情有感疫苗 不是現在啊 也不是明天 也不是下隔夜啊 它在去年的7月23號 動工在印尼啊 那譯估是在今年的第二季 會完工 第三季到第四季 可能開始會試量產 試生產啊 那真正量產要到明年 所以這個情有感疫苗 都還沒來 也就是 好康的地方 好 那大數月的部分 你所看到大數月就在這裡 那大數月部分 前波高點529 大數月又有什麼樣的題材 好我們來看 大數月新GMP的認證 上半年完成產能將倍增 好 至4月10號 因為 新產能紀念被人認證 進入最後的階段 未來產能將增加一倍 各位去思考看看喔 未來產能將倍增 將增加一倍 也就是現在你看到的營收 未來會增加一倍 那你所看到的股價 它會怎麼樣 來再看一遍 你所看到最高點529 假設它的產能真的未來有機會增加一倍 529 你認為它會是高點嗎 所以有很多投資人 做股票會亂的分寸 會亂去啦 現在亂去 我有時候講得很直白 就是會看盤後投顧節目的人 都是因為有虧損的人才會看 會賺錢的人不會看電視啦 因為他自己做就好了啊 一點半以後收盤了 他做股票他就賺錢 他幹嘛看盤後的節目呢 看盤後的節目幾乎都是賠錢的 那賠錢的人心裡就想說 我賠掉了 我怎麼要回來 我怎麼輸的 他直接找答案啊 找原因啊 他會急啊 會慌啊 所以只要有人喊漲停 哇你看漲停幾隻幾隻 他就很自然的就被 人家說人甘甘不怕 鬼甘苦苦怕 看到那種他就跑了啊 就亂亂的 為了他亂出 進到台灣股票市場 你要投資 你是進來投資的啊 你怎麼去賭漲停板呢 啊漲停板有多少 你告訴我 漲停板10%而已啊對不對 10%啊 啊你買得到嗎 啊你家中沒得到嗎 漲停板是天邊的彩虹嘛 今天這支漲停明天才那支啊 每天都有漲停 一天都有十幾檔 每天都有十幾檔 一千多檔 每天一定有漲停嘛 第一支漲停明天可能還有還有還可能會再漲嘛 對不對 因為這種頻率最高嘛 今天只要大漲漲停板 熟起來了買不到的 明天可能繼續漲嘛 那明天你也可能買不到它繼續漲啊 後天當你買到的時候就不見得會漲了 那我請問你好了 三天啊 三天三支漲停 五天五支漲停 又怎麼樣嘛 你買到了嗎 你買到地幾支 你買到地幾支 啊你有沒有全部押 所以很多投資人忘了 我說 你當初進來台灣股票市場 你的內心的初衷 啊 我看三支漲停 看五支漲停 我連看都看不順眼 為什麼 看不在眼裡啊 三支漲停又怎麼樣 你去家裡 你去家裡還不在家裡 來我們來看 這叫大力光 今天4980 451 在這裡啊 你給他時間嘛 營收 看到營收齁 451你買他十張 到今天最高點4980 等於4980萬 漲多少 漲了1104個person 1104個person多少 幾支漲停 1104個person幾支漲停 你要什麼 110支漲停啊 你兩支三支五支漲停 又怎麼樣嘛 你買得到嗎 你有嗎 你買在哪個位置 1104個person 110支漲停 然後呢 來 我們來看451 假設你買這個 你根本不理他 451 你買了報酬 就要讓我的邏輯很簡單 只要公司是成長的 未來會不斷的增加資本支出的 它不是你的想像空間 未來會怎麼樣 來我們看今天的電腦 來 大力光 4875 5360 漲停板5360啊 平板4875 各位 你知道如果4875 漲到5360 如果今天假設 不小心大力光漲停啊 今天喔 漲停這樣 我請問你幾支漲停板 你心裡想 老師一支啊 他漲停了一支啊 真是一支嗎 你算算看 你算算看 來 假設你買了451的 大力光今天如果 不小心他漲停 你今天是11支漲停啊 11支啊 要什麼耶 這有多投資人 我問你好了嘛 451大力光要不要買 要啊 好 再看一遍 大力光的邏輯 會不會落在這檔大數益的身上 因為他目前你看到的營收 都只有大數益 重點在這裡 來 這幾個字很重要 因為新版EMP的規範 使得中國大數益開始洗盤 看到喔 好 我們來看到內容 當他產能加倍 如果產能未來加倍 他會怎麼樣 什麼 整理的24689個月 我說 明天後期是個轉折 為什麼 因為 華國 德國這樣的大漲 美股如果大漲的話 明天大家如果來追股票會怎麼樣 想知道的打電話 明天同一個時間再會 好 好 好 地震了 怎麼辦 1 跑上 2 引護 3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2333-02-2369-2333 你擔心瓦斯外線危險嗎 教你幾個小撇步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曬 由瓦斯行安全技術人員 近期檢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內陣部消防署關心您 022-2369-2333